在之前的视频中,我知道了您如何在开机时启动APP 现在人们问我,如何在开机时全屏打开网页 幸亏有了新版本的Sideload Folder,终于可以做到了 但在继续之前,请确保先观看上面的视频 开始吧 打开Google Play商店并下载Puffin TV 打开一次初始化 现在打开Sideload Folder 找到Puffin TV图标并长按它 设置自动启动并附带启动网址 输入您要在开机时打开的网页网址 如果你已经按照之前的指南更换了默认启动器 您可以重启设备进行测试 设备正在启动 Sideload Folder作为预设启动器被打开 Puffin TV被自动开启后将会自动打开网址 因此,您可以使用此方法 江神Zeroad TV直接启动到全屏网页